近有位同事吐槽他家新买的燃气热水器 说是洗澡中途关水再开 先被烫一下再被冷一下 之后温度才正常 严重影响洗浴体验 询问这位同事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苦恼 既然如此我们就拆开一台分析原因 发现其核心原理是通过火牌燃烧天然气 加热水箱而放出热水 回想开头的场景 为什么关水再开就会出现水温波动呢 原来第一股烫水 是花洒关闭后金属材质的水箱 还在继续导热 使水温升高 第二股凉水则是花洒重新打开 热水器尚未点火加热 导致管道里的冷水放出 由于不稳定的水温破坏了用水体验 为了实现更好的恒温 行业也在不断迭代恒温技术 最早的恒温解决方案 是给天然气管路安装燃气比例阀 通过检测出水端温度来调节送气量大小 说白了就是让火力调节0米一些 但缺点很明显 在用水高峰水压波动较大时 等出水温度改变再去调节燃气比例阀 水都已经走到了花洒端 容易出现忽冷忽热现象 同时也无法解决关水再开 导致的水温波动问题 因此第二代恒温解决方案 变成水气双调 首先在进水口增加水流传感器 通过水流量和出水温度 共同控制比例阀开度 水流量增减则火焰也跟着增减 同时安装控水阀门 一般是稳流心和记忆合金 可根据水压变化自行调节阀心开闭 使水流量保持稳定 这种水路气路同时调节的方法 虽然比单比例阀控温效果好 但恒温调节动作迟至于水压变化 无法应对现实中复杂的用水情况 而第三代恒温解决方案 是将传统的机械控水阀门 换成了电脑板控制的水量四伏器 可根据进水的温度和流量 控制四伏阀心开闭 实现水流量随进水温度压力 自动调节 同时燃气比例阀开度 又随水流量变化而同步增减 因此恒温精度更高 且水温波动更小 达到了水量和火力的精准匹配 但水四伏器热水器仍不完美 中途关水再开 期间暂停的水 就会从赤片大量吸热升温 放出来很烫 而之后的水又吸热不足 放出来很冷 并且持续用水时 恒温调节动作 依旧持至于水压变化 因此压力波动导致的水温忽冷忽热 还是存在 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随着恒温技术不断迭代 目前行业里能同时解决高峰 多点 启停二次用水恒温难题的 是美帝无冷杆系列 为此我们拆开一台 美帝无冷杆S7进行研究 发现冷热水管间被一个控水阀连通了 中途关水再开 这个电磁阀就会短暂开启 将冷水通向两路 一路流向热水管 冷热水在这里中和 解决了过烫的问题 另一路继续进入水箱 由于流量减小 叠火后可迅速加热 解决了过冷的问题 因此关水期间无需进行内部循环恒温 再次开启 直接就从源头中和水温 这就是美帝无冷杆零循环恒温技术 对于传统PID算法调节迟滞 导致的水温随压力波动问题 该机的运算芯片采用了先进的ADRC2.0算法 能够动态监测并预判水压变化 提前控制水流四浮阀和燃气比例阀动作 实现及时精确调节水汽配比 就像汽车自动驾驶系统 根据前方路况实时修正车速一样 同时这款美帝无冷杆热水器具有全密闭稳然结构 如同一个航空级的恒温舱 通过下制风机从燃烧舱底部输送强劲风压 使空气燃气混合更加充分 因此火牌能以很高的效率进行密闭燃烧 而且火焰距离排烟口较远 当户外大风倒灌时 燃烧舱有充分的力矩运转和足够的镇压 来抵抗外部风力 做到全天后安全使用 稳定燃烧 同时美帝无冷杆 从原理到机身构造 都具有降噪消音设计 它的水路 火路和风路 根据各自的噪音产生激励 采用了针对性的降噪解决方案 并在正面覆盖航空及吸音棉 以及全机身使用加厚防控阵隔音盖板 充分隔绝内部噪音 同时在背板设置塞状扰流隔山 以减弱吸气噪音 并将背板吸气口下制 让声波在机器内部充分反射衰减 使吸气口显著降噪 由于从发生源头到内部结构的极致效应 该机获得了三大一级静音认证 而且美帝无冷杆系列 还建立了行业手套 远程自动优化云端系统 恒温云管家 不仅可远程分析并修复机器故障 还能根据使用环境和机器状况 自动优化参数 实现长效恒温 从认证和实际性能看 美帝无冷杆S7 不仅是业内为数不多 取得双一级恒温和静音认证的热水器 并且在国际认证的恒温性能五大维度上 均有部署表现 达到了行业少有的五为一级恒温标准 因此这不仅是一台可随时开关 而始终恒温的热水器 更是节能和极致安静的典范 也许好